云香传看破说破第一人,非苏明玉莫属 一张小嘴巴巴的,金石两下盘破绽 书亚男刀法与身法出处,就他会爆料 沉默是金懂不懂 书亚男身世是什么? 怎么苏明玉一提南都苏家就变脸? 详情近在下文 云香传,书亚男身世二要素 一是南都苏家千兴刀,唯一传人 二是千门云台文聪养女 苏明玉也是南都人,且是商骨俱佳一公子 不同的有钱人有不同的快乐 苏明玉武功分析时级,既能稀少且有用 就是爆料不分时间,场合,对象 爆出了书亚男身世隐秘,逼得书亚男应急撒谎 还有个被说破的老铁,外号金石两 是名赏金刀客 苏明玉钱多,下人多 自己不用干活,话也就多 巴拉巴拉寓意新洋 指出金石两下盘不稳 金石两黑下脸 吐槽苏明玉并未出手 就知道说,然后就不太想搭理苏明玉 苏明玉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跟在金石两身后,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把天撩死 书亚男尔利好,听苏明玉分析金石两 上赶着撞苏明玉枪口上,夸苏明玉竟有些真本事 苏明玉双手一拱,立刻马上转移分析对象 就决定是书亚男了 话重点就是,书亚男刀法以手为功 让苏明玉想起了南都书家千心刀 原本面带笑意的书亚男 一听这查,脸色顺便 金石两说,书亚男不就是姓书吗 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书亚男这时已经做好了表情管理 推说都是巧合 苏明玉不仅信了,还替书亚男员呢 断言千心刀已经断了传承 可得了吧,千心刀唯一传人书亚男 就站在面前,有眼不识金相遇 还一个劲卖弄 聊刀法不够,继续尬疗书亚男身法 一扯就扯到了前朝经义密探绝学 书亚男脸色又是一变 并且,光速转移了话题 就差捂住苏明玉嘴,不让苏明玉再说 如果苏明玉真是个大聪明 早该察觉不对 关于书亚男的身世 人就是南兜书家后人 家中生变,搭上了千门云台 被文聪收养 还有个家破人亡的倒霉蛋云香 被云台掌门收为关门弟子 叫文聪一生文老 书亚男,金十两,苏明玉凑到一块 并不是巧合 而是云香想通过他们查出自家灭门真相 四人组队,书亚男,金十两都是刀法 一个重手,一个重工 苏明玉使剑,武力值不重要 超能力,家武功分析能力,很加分 云香仅会限量版身法陶石兮 战斗力不够,脑子来凑 原著小说,千门,系列 书亚男有个未婚夫,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就是苏家少爷苏明玉 由于书家遭了变故 他们的婚约也就没做数 云香传改了一些设定 书亚男和苏明玉证明了男女之间有真正的友谊 云香也就不客气地喜欢上了书亚男 并且多次开撩,向书亚男表白 书亚男明显对云香不一般 有双向奔赴难味 有双向奔赴难味